有一種的熟悉度 希望能聽的時候你們臨力練個阿們 因為今天敬拜開始發展發展 我就開始感受到 最近我也在獨創時期的開始 我就感受到挪亞方舟那個時候 洪水完了以後 水終於退,方舟就停在山頂上 挪亞最後就知道說可以出來 所以她跟家人們跟動物都出來 然後挪亞當時就見了一個祭壇 那這個祭壇是不只是一個祭壇 是在歷史可以說很重要很關鍵的一個時刻建立的祭壇 因為神公益的審判 剛剛才釋放在全地 全地 你們 真的你們去想像 想像看 水淹沒全球 而且聖經裡面說 最高的山都被淹起來 而且水 而且水 比最高的山再高大概有十幾二十米 你想想看 你哪一次去到玉山和換山 你就站在平底看上去 哇 大概五千年前 那個水 那個水比玉山還高 哇 對 實際去感受一下 就是在這樣子 耶和華公益的審判裡面 水退了 挪亞出來說 挪 兩種的挪 第一個挪是 挪 他真的很偉大 然後第一個挪是 挪 我活著 第二個挪可能比第一個挪還更強 真的 你明白嗎 所以你要想說在那個時刻的時候 他帶著什麼心態在建立那個祭壇 這是我們今天的挑戰 因為可能我們在經文讀 他偉大 他神經他故意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活在日常生活 我們缺乏看見神的真實的能量 所以我們會失去那種感覺 這也是我會的 所以我會回去讀神經 因為神經是一個歷史見證書 哇 真的 前一陣子我們去到亞美尼亞 雅拉拉山 方舟就在那個上面 但是都被冰蓋住了 現在 有人說找到 但是 反正現在就被蓋在那裡 站在遠遠的看 好大 好像服飾山一樣那種 遠遠的就看到 然後我就在想的時候 哇 真的 那個時刻 那個水是這樣淹上去 所以 所以 挪亞一出來 只有一個人 帶著他全家八口 人類只剩下八個人 我們當中 都不夠耶 一二三四一六七八號 全部我們都是 一二四 只剩下這個八個人 所以我問你們 你們如果經過這樣子 你們會獻什麼樣子的祭壇 不是宗教祭壇 不是隨便祭壇 不是讓眾人看 我蓋了多好的祭壇 不是為了你的名聲的祭壇 不是為了一個事工的祭壇 不是為了因為你是牧師還是傳道 還是你是敬拜祝禮的祭壇 跟這些都沒有關係 很單純的 我藉著這個祭壇 我要宣告 誰是唯一的真實 誰是大能 而且特別 誰是有憐憫的 第一口氣 第二口氣 哇 你的憐憫 聖經裡面說 當這個祭壇獻的時候 耶和華就聞到這個仙跡的香味 所以你在烤肉的時候 不要只是以為自己聞的很香 哈哈哈哈 你覺得香 你的家人美麗的朋友 覺得香 不要忘記 他也會聞的到 好 剛才其實在敬拜裡面 我就感受到 好像我們的敬拜 獻上的淋漓的香味 像挪揚那個時候 獻得慈 這很寶貴耶 如果 我覺得 如果 我應該不是胡思亂想 因為我其實在注意別的事情 關鍵一個理念敬拜 所以我可以分辨出來 是聖明在說 JES 你看 我現在對 這種敬拜 這樣子 現在所獻上的敬拜 我有一個喜悅 這不是關乎台上 台上負責他們的角色 我們是一起進入的 很寶貴 這為什麼 可以忽然間感動我 從不想說話 到跳出來 因為我要見證 我所獻的給你們 因為你們都有一份 台上的敬拜團隊 謝謝你們 願意 你站立在一個高舉 他的心態裡面 釋放 帶你敬拜 不是為了任何的嗨 不是為了因為看到很多特會 都走一個流程 是因為就是很單純 所以在那個心跳裡面 我們都已經一起跳進去 但是剛才就是真實的感受到 聖靈說 天后現在在聞這個香味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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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挑戰 這是我們常常的徵仗 因為我們如果偏愛 我們就失去公益 我們如果偏公益 我們就失去愛跟聯盟 那唯一自己 至少我可以承認的 希望你們也可以承認 就是這位創造宇宙的全能者拯救我們的 祂是明白者為平衡公益跟聯盟 祂釋放公益的時候 祂沒有犯規聯盟 祂釋放聯盟的時候 祂沒有犯規公益 所以挪雅這個人 然後跟他家庭就真的是 經歷到極大的極限的公益 而且誇張的原因 明白嗎 祂要面對到極限的公益 因為祂的社會 祂當時的世界 包括動物 包括植物 包括植物 在四十天以內 被整個淹掉了 那那個審判的整個過程是一百五十天 所以祂在面對 哇 公益 帶著審判怎麼彰顯在地上 但是同時祂個人活在 哇 超級別人 剛才我們獻上過這個敬拜 所以等一下我說 我們最後再回去 因為我想 如果你們沒有發現到 我想借著這樣子的見證 讓你們知道 我們剛才進入的 或者聖靈帶我們進入的 是有這樣子的一種 獻祭的品質 好想天父問到我們的敬拜 祂就想念到當時 諾亞跟他家 怎麼獻上這樣子的一個 獻祭 這個獻祭就是公布 你配得 你配得審判全地 你也是配得 檢選你的憐憫要怎麼發展 我們在進入到 越來越靠近耶穌來的日子 神的靈要帶我們進入到一種 看見的成熟度 好叫我們越來越有一種的 自信 在真理裡面的自信 對神的認識的自信 好叫我們可以說 你配得審判 但是你也是配得憐憫跟恩典 審判這部分一定是比較難的 但是它是配得 當時諾亞現的靈 它知道 因為它經過 它就是活在這兩個極限裡面 當時我們的敬拜是有這樣子的 靈裡面的真實 這種的靈 這種的靈 是很需要 這種的味道 是需要的人 可以說缺乏 所以想要不只是見證 也是再一次提醒邀請 我們願不願繼續在我們心態裡面擁抱 這樣子的一種角色 我們線上的情 像挪亞一樣 很正實 很單純 但是這個線上的敬拜 當然我說敬拜是我們在一起的時刻 但是不只是限制在這裡一種的生活 我們線上的這樣子的一個敬拜 就是一個單純的吉他 但是我們很看見 我們藉著我們所有看見它配得的眼光 一起線上我們的歌聲 約手等等的 OK 因為這個是一個神會去問的 而且神聞了以後 祂就進入地獄了 神聞到這個香味 祂說 從此以後 我再也不這樣子審判人的動物 所以進入那個約 當然主要是跟人禮約 因為這是神的法則 神不會直接跟動物禮約 神是跟人禮約 因為按照祂所創造的原則 這叫這些我可以看得出來的 所以當時祂聞到人獻祭 但是人在獻祭的時候 人也是代表一切所造的在相機 所以剛才 可能你沒有發覺 或者可能你個人當時沒有抓住這個眼光 但是至少在天上在領界 對天的眼光來講 我們當時我們當時獻的這個 聞起來喜悅的一個獻祭的味道 我們是在代表人類 我們是在代表台南這個土地 我們是在代表這邊的植物動物 這是人神給人的角色 也可以說責任 因為在創造的時候 他說我要按照我們的形象 要是創造人 然後跟人說我知全地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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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要發展到七三那時候 先從最難處 有一個人 怎麼在神面前 用他的生命 掀起 好叫神 聞的時候 他會說 嗯 就怕你 而且他聞完 他會 發展一個 救贖 憐憫的計劃 不是說他沒有這個計劃 他老早就想通了 但是他 等 誰 明白這個原則 好叫你 先出這種急的時候 他就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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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所以你要明白 不是說 我們讓他聞到 然後忽然間他說 從來以前都沒想過這個東西 好我現在 不是 人 幫助神 是神一直在感動人 好叫人 可以對其到 神在等待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當時 你不要以為很幾年前 人數很少 你要明白 當時他們都是活到六七八 九百歲 你如果可以活 九百歲 你會生幾個孩子出來 對不對 呃 台南有個陳榮明故事 他才六十五歲 他七個孩子 如果成與十呢 他如果活到六百五十歲呢 也可以七十嘛 也可以七十嘛 所以 當時的人類 人數可能蠻多的 因為可能我們 都被那種歷史學術啊 他說什麼什麼 他們也有他們的一些原理 但是你要想 如果一個人 可以活到 像 阿里斯 他曾經 他很喜歡小孩子 那裡 他曾經說 我們有二十六個 ABCD EFG 每個英文字 都可以去 只是可惜 我們不是活在 我要那個十八 不然的話 也一定成全 一定 一定會有ABCD 可能還可以播播摩摩佛牌 對啊 那希伯來文也可以 明白我在說什麼 所以 當時在那麼那麼多人的當中 哇 有一位 明白神的心 願意試著 用他的生命 去表達出 你可以的 因為當時 人類的心是意念 每一個思維跟動作 都選擇去發展邪惡 所以耶和華要怎麼 把他美好的救贖 未來的應許的計劃 要降落在哪一個人的心裡 哪一個人的生命裡 不是他沒有計劃 他老早這個計劃在還沒創造以前 他都已經設計出來了 有一個美好 有一個完美 有一個永遠 有一個豐盛 但是這個計劃 他藉著約無法降落 因為約的原則是心跟心的對齊 不是只是簽個名 約的核心 就是說 你知道我的心嗎 那我也知道你的心 所以我不遺憾 所以當時 這個獻集 獻上去的時候 又證明 諾亞 真的是 願意去看中 他被 檢選 成為 沒有死亡的 已經是 很明顯的 先看見 但是他出來獻集 又是一個證明 所以檢選跟證明 兩個都要發展的 你知道你被檢選了 好 那你就對齊活出一個證明 你被檢選的證明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他這樣子獻集 哇 啊 好香啊 好 那我要跟你 我要說 我的計劃 終於可以曝光了 我這個審判完了以後 我要承諾 我再也不用這樣子的步驟 我再也不這樣子去毀滅權利 而且我說 我要證明我是手 有手心用的 我開始發展一點 你沒看過一個東西 叫做彩虹 所以他會 讓雲 太陽 光 雨水 等等 在一個關鍵的時候 我們在地上 就會看到一個彩虹 他說這個彩虹 不是只是物理 光的原則 所釋放出來的 這個彩虹 其實是我的心 說我不 審判 我不這樣子審判 他配得 極限的審判 你懂嗎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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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也配得 練命的計畫 挪亚当时的角色 也是今天我们的角色 就是在这个 很重要的一种决定里面 你四周围看人类 除非你真的不了解什么是公义 你看你的城市 你看你的四周围 你跑不掉 这个全世界是等着被审判的 很可惜 蒙蔽 但是全世界所做的 大体上是在选择审判 就像挪亚的社会一样 但是你要记得 不只是有极限的审判 有极限的怜悯 极限的怜悯 就在等谁 看得懂 然后就站在那里 他的极限怜悯的计划 可以降落在你的身边 成为一个影响力 诺亚当时就是那一位 诺亚成为人类从先开始的一个人 带着一个家庭 明白吗 今天 我们是有这个机会 我不想说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这个概念已经被淡化到 有的时候 已经是很得罪神 基督徒这个标志 这个身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也是家人 我们要很实话 也要很真实的去看基督徒这个名声 你知道全世界的人听到基督徒大部分是想要糊涂的 其实不是因为他就是不相信神 是因为他们看见太多怪的名声 当然有的人就是邪恶 他们不管你信什么他都是抵达的 所以我不想用基督徒 我只想用那一些愿意 看见 然后站在那个角色里面的诺亚 人类的重新开始 我只是人类 而且我讲人类不只是人类 有地 植物 动物 看望的一扇门 廷诺亚跟他家庭是站在这个角色里面 因为全地当时已经明白什么是极限的神坛 所以他们也需要看见那怜悯在哪里 神会释放下来 神也在想说 那谁愿意成为 灵敏 灵悯更歌在哪里 因三明 对呀 对呀 哦 搭配的 這其實是 那麼以後本聖經 讀起來覺得會很複雜 覺得你很需要學問才完全瞭解 但是如果遵許我 做一個簡單的 大重點 就是這句話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請出神創造解體 因此祂配得了 起初最後一章 我必快來阿們 願主在哪裡配得 阿們 所以一個很單純的一個心跳 人類的生命 是要對齊在祂配得 還是我配得 他配得 還是他以外配得 有的人是選偶像 偶像也是人造的 明白嗎? 他配得 他配得 還是我配得 他配得 還是他配得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們會崇拜 人是超越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一點點 一點都不複雜 難不難難 但是不複雜 不要把信仰搞成很複雜 很簡單 Who is worthy 誰配得 誰配得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一切 很單純 這個就是福音 誰配得 誰配得你的注意力 誰配得你的對齊 誰配得你的信任 誰配得你 願意擺下你心中覺得最重要的 嗯 是 養不複雜就被問這個問題 你的兒子配得還是我配得 所以這個是很單純的 但是在這個單純裡面 它是很實際的挑戰 因為它會直接 去光照到我們心內到底是什麼 我們怎麼想 我們怎麼看人生 我們怎麼看信仰 它配得 唯一只有耶和華可以要求 這個 這種概念 因為 除了耶和華以為 如果一個人要求 我覺得 哇這個人好自我衷心喔 真的好驕傲 什麼都是他他他他配得 唯一只有耶和華 曾經其實我在這種神學觀念上 我也打了幾轉啊 在默想說 哇 那你這樣不是很自我衷心嗎 神 後來神靈就幫助我 光照我 讓我看看你們認不認同 為什麼耶和華有這個權利 要求甚至於規定 因為他的審判 其實是在這句話中 一個 全 一切所造的被審判 就是一個主要的問題 我配得嗎 如果我不配得 你受到審判 如果我真實的配得 你受到我的祝福 不是很霸道嗎 任何如果一個人這樣子做 我後來明白 至少這是我覺得聖靈的幫助 因為 在起書裡面 是活物一直共同說 一句話是什麼 一個字 一個概念 聖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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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所存在的只有一位 就是創造宇宙的全能者 是被定為聖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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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暖唱的時候很有感覺 但是實際怎麼去看這個 提供給你一些眼光 我不敢說我全面都知道 我後來開始 把聖哉等於標準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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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哉等於完美 完美 完美 有一次忽然間 新生靈受到這個很感動的 聖哉等於健康 健康 健康 你跟我都很想要健康 那你要找到健康 健康的標準 在哪裡 在看 因為是一個 新生靈魂的健康 不是只是身體 所以為什麼他有這個權利 要求 因為如果他不配合 你就脫離健康 你就脫離真理 你就脫離標準 你就脫離完美 他要求 他指定他的審判也是在這個 這個重點上 所以唯一只有神可以做這個要求 因為這個要求其實是真的是為我們好的 當人發展都是為人自己的野心 自己的 驕傲 我配的我配的我配的你的成長 我配的你的尖叫 我配的你的鼓掌 我配的你的金錢 人類發展的時候 都是在發展一個 自大的自我中心 神在要求的時候 我說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你們要健康 在這裡 你們要完美 在這裡 你們要真理 在這裡 你們要完全 在這裡 只有耶和華 那在我心中 我也知道只有耶和華真的 是 值得配的我花時間 去因著他配的而活 因著他配的而認罪悔改 因著他配的而 我們說犧牲或者尾聲 但是因為他配的的犧牲和尾聲 從來不是犧牲 都是偷吃 因為他不需要你的錢 他不需要你的錢 他是想邀請你看得懂嗎 你偷吃 你會覺得是犧牲你偷吃 你想想看 你們去買喜歡 心裡面一直想要的東西 一直想要 一直想要吃的 你不會去到餐館裡面 哇我今天好美生 我好犧牲自己喔 付這個錢去吃這個好吃的牛排 你不會這樣想 你會說哇 好期待喔 好期待喔 好享受 你看那個思維也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常常我們 把回應神的配的 當做一個什麼極大的犧牲 我覺得天父常常在寶座說 你們這些傻孩子 這怎麼叫做犧牲 這個是最好的投資 投資哪裡是被定位成犧牲的 配的 你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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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後來解釋 他是像農夫一樣的 因為他是特別 種的 然後就是種了葡萄園 然後出了事情 他是農夫 農夫 有沒有人是農夫的 有沒有人是農夫的家屬長大的 有 所以你看 你們很了解我呀 但是你要去想 人類 唯一的 盼望的門 是一位農夫打開的 不是有恩高的少牧師 這個對教會接下來的習慣很大的打擊 我也自願被打擊 因為我不想 活在 人類 以為 怎麼樣的理念 所以 你們可不可以脫離 以為 你們的盼望 都是靠著牧師而來的 可以嗎 我是一個牧師 可能別的牧師 會對我這句話 受到很忘犯 沒關係 我再去面對 但是我想要 把眾聖徒明白 諾亞 你要記得 諾亞不是一個名字 諾亞是一位人 在神起 現了審判的時候 他找到一個農夫 跟有沒有神學院 證書沒有關係 跟是不是教會的主要領袖 沒有關係 跟他有沒有事工 沒有關係 跟很多很多我們現在很習慣的思維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是 你不用人福 夏天祝福 今天你跟我的祖先 都是諾亞 諾亞的孩子 因為人類重新開始 你可以再追回到亞當 沒錯 但是是從諾亞的這個八口 人類重新開始 所以呢 諾亞是這樣子 安存一個人 這是好消息 人類 神計畫給 不只是人類 就是一切所造的 萬物都在太行 我們常說 一切所造的 你 就是可以 成為那扇門 讓他 這樣子的計畫 可以藉著立約 從你的生命繼續往前 從你的生命繼續往前 從你的生命 然後我們再學習 彼此真的 合而為一 進入到你 就變成我們 因為當時 諾亞是一個人 但是他有一個家庭 所以神就保護了他全家 神是看重家庭的 還好 他沒有說諾亞 不好意思喔 其實至少要有個妻子 不然人類怎麼再重新出 沒事沒有種土 再造 他沒有說不好意思喔 你跟你老婆而已 是為了生產 你的孩子拜拜 你繼續生吧 當時神在 對諾亞的一個回應 計畫 他真的就是 憐憫在他的家裡面 好像這個家庭 個人對齊 從諾亞個人 這樣子 你配得 你配得 然後家人們 個人 有一個你配得的心態 然後他們一起 當時活出你配得 後來是不是有出問題 還是有出問題 但是在那個時刻 他們的心態 應該是這樣子 今天這個家庭 就不是一人八口 今天的家庭就是 我們 個人的回應 也是一起的回應 所以我要再一次說 跟你的學問 跟你的地位 跟你在服侍什麼 不一定是有關係 不一定是有關係 因為重點是 他配得 你做的事情 是定位在他配得 而且是在這個他配得 這個裡面 你感受到 你在他面前 你要回應 因為 我很感謝 神特別 讓我們明白 諾亞的故事 就是因為 挪亞 就是一個 種田的人 他在他的世代 也沒有開過特會 他不是外人的教會 領袖 很單純 對不對 我也很安心 很單純 雖然 我在我的步驟裡面 我需要經過程學院 我要經過按摩 然後在這個教會 服侍這個教會 但是對我來講 這些都是一些過程 這些不是我的重點 不是我的重點 放下就放下 沒有就沒有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不管是我今天 是工程師 農夫 或是牧師 或是施工的代理人 今天不管是神 帶我到 千人萬人的舞台上 或者今天 我是躲在山洞裡面 親近他 為了 帶到 或者等等的任務 重點是在 你的心中 你的心態 你的生活 是不是聚焦 真實的 連結在這個 你可以的 其他的只是 有或者沒有 不是那麼重要 可以接受嗎 可以 這是一個自由 這是一個單純 但是在這個自由 跟單純裡面 我們就是在這個時代 在佔地在羅亞的一種 身分裡面 審判必定會發生 但是神還是有憐憫的計畫 審判 就是需要你去明白他的公義 所以你不會被他的審判冒犯到你 OK 憐憫 是特別需要 你也明白他 對 對其他 好叫他的憐憫 可以在你的生命角落 你就成為一個 憐憫計畫的一上人 或者一條路 他可以發展 應許已經保證了 他已經保證會有未來 這個聖經裡面有記載 未來千奇年 新天新地 都已經先預定好 但是在歷史裡面 他就是在等 還有誰是羅亞 還有誰看見羅亞的身分 角色 還有誰明白當時的一些原則 好 像羅亞一樣 從你的生命裡面建立一個 你是佩德的吉他 很多時候我們不參與一個施工 因為他佩德 大部分你都會比較習慣聽到 你參與這個你參與那個 因為他佩德喔 OK 內版也是沒有錯 但是也有很多的錯在 有的時候你在一個季節裡面 或者你選擇 好像他佩德 所以我尋求他 我聽見他給我的感受 是一個黃燈紅燈 不要參與在這個 雖然聽起來很重要 這個你要真的從心裡面 不是自己找理由 你不參與一件事情 是可以定位在你佩德 因為他佩德 所以我不想要去說好像 喔我不參與我就失去什麼 我不參與好像我看起來就不 不盡情 那有的時候要跨境到 你很不想去做的事情 你知道是因為他在問你 我佩不佩德 您的孫福 這版我可以寫半本書出來的 您的孫福 您的孫福 好 您的孫福 你來的孫福 這整個分享的水流 其實這個水一直沾流 但是我 我知道 我也不需要一直講下去 但是這個血流的開始 就是剛才我們在敬拜的時候 不管我們曉得或者不曉得 我們就進入到一個聖靈的帶領跟高摩 讓我們獻出的這個敬拜的祭 用歌聲敬拜的祭 好像當時摩亞獻祭的時候 這個很單純你配的 的先祭 不需要誇張 單純真實 這種的願意他聞得出來的 這種的願意他喜悅 這種的願意 是讓他會說 好 那我現在可以說 我再也不這樣審判全地 所以摩亞我跟妳的願意 我跟妳跟妳的家的願意 重新開始 我本來就有那個計劃 妳明白嗎 所以我接著妳 讓人類有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我覺得很美 因為奧亞的故事不是放舟飄在海上 奧亞的故事有這一塊 比較深度的 小孩子當然比較好奇的 一個大船然後 飄來飄去有很多動物在船上 這些都是神的作物 但是我們是要抓住那個心跳 耶和華你配得 在這個邪惡的社會裡面 你配得 所以耶和華說 挪亞在我眼前找到恩寵 他得到我的注意力 不是因為他很會秒限 很會釋放他的認知 No 他從心內裡面 就是活出一個你配得 所以在整個人類的敗壞 神已經計劃好有個極限的審判的時候 但是英文聖經有一個but 或者中文聖經應該 但是極限的審判 全一切所造的要被我的審判受到影響力 但是 有一位在地上挪亞 他的但是讓我的公義跟憐憫一起可以同步發展 我真的覺得他 我真的覺得他 挪亞這位 當時是一個 哇 關鍵少數的關鍵少數 我盼望我的生命 我會盼望我們的生命 這裡再從教會界的標準 就是一個很普遍的小教會 沒有人想會來理我們 沒有人去辦一個特會 怎麼建立教會 沒有人會幫你 只要看看我的網站 看看我的訊息網 就這些 對 那個是一種思維是ok的 我也不覺得你有野心 我有野心要被整關鍵少數 對不對 這是神的熱情不是我的熱情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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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們說 這是我要做的 所以你們對其 那我們當然對其 阿門 但是 這裡可以 在我們 願意把我的心一直這樣子 打開線上的時候 我这里可以像模样一样 献出一种的味道 是耶和华亲自说 我闻了 我喜悦了 我闻了以后我就知道 我可以跟这种人离约 让他们明白我的怜悯 不输给我的审判 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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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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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晚的团队没有过OK的话 所以牧师也有关心的想法 也好 不重点 我就想说 至少最后 还是回到这个 他配的 配的今晚